一言不合,两对华人夫妇在南家工业市某中餐厅大打出手 原因则是疑似因买盒饭产生纠纷 目击者张先生说 一日中午,他到工业市一家中餐厅买饭 当时很多人排队在买盒饭 两对夫妇排队时发生口角,之后大打出手 一对夫妇看起来30多岁 另外一对则在60岁上下 年轻女子称是六训男子先动的手 之后年轻男子则扇了六训男子一个耳光 见到丈夫被打,六训华妇则走上前 没想到对方一脚踹向他 之后一片混战,六训华妇被推倒在地 年轻男子随后被拉住 这场风波才算结束 华人看世界近载好视频